荒地变成公园 草屯镇比周里勾在前社区规划师发挥巧思 将社区内荒地规划成友善公园 让环境变得干净 营造成绿美化的活动休闲空间 成为附近居民的活动新热点 活动首先于勾自前农村社区活动中心 进行友善公园施设简报 内容有去年县府协助该社区 向农委会争取的农村再生计划 包括绿美化市区道路路口 才会住在外墙 以及是做13坪小型公园 今年最向营建署争取30万元 将社区中的荒地变成绿盎然的公园 面积约130坪 公园内有植树 石板块步道 贝壳沙地等等 环境相当优美 随后林县长一行前往碧州友善公园 并为公园接牌 前来参加的居民检证这一刻 场面相当热闹 林县长表示 毕州里钩子前社区 规划师取得地主同意 江湖社区中的荒地 规划成绿美化公园 提升居住生活环境品质 希望县内土地地主 如有闲置用地 能够借由绿美化的方式 让空间更具力昂然 我们非常感谢 过去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争取了农村再生条例 那么农村再生条例 现在已经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就是例如我们草屯镇 毕州里 他们利用农村再生的这个计划 经过社区的成员 组一个训练班 训练规划师 他把这个原来这块土地 是空旷 杂草充生的 一个没有利用的一个土地 今天把它变成一个 社区的一个小型公园 整理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经费 也就是从我们 这个社区 那个农村再生条例的经费 来补助 来设置的 今天我们来勘察 来看 从此节牌 对这个社区 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 靓丽的一个 这么优美的一个休闲环境 我想 我们南投县的其他地区 如果在社区里面 有闲置空间 地主愿意的都可以提供 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打造 像这样一个小型的 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园 提供给我们当地的村民 来做使用 来做休闲 来这边泡茶聊天 是相当好的 所以今天 我们毕州里 就是率先 利用这个地质 免费提供的土地 创造这么一个 友善的公园 来提供给我们毕州里 这个友善公园周边的 这些住户 到傍晚或是找船 都可以来这边做休息活动 来这边 来画家床 村民都联络感情 是一场非常好的 公子前农村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石洪田表示 揭华仪式适逢双十国庆 社区志工 以及所有民众 都抱持着引起式的心情来参与 未来欢迎乡亲 都能够来休闲游玩 今天是有善公园的结枉 今天在这里的结枉 大家在这里的结枉 非常争议大家 我们四天 和我们社区 这些人大家很辛苦 这些社区 大家在这里的结枉 大家在这里的结枉 告诉我们社区 大家在这里的结枉 大家在这里的结枉 尤其是我们 理解社区先生 我们志祉华师 我們剛才非常用心來做我們這個友善公園 實在很熱心地來做 所以我們研究社區這麼有辦法做得這麼漂亮 大家來看大家就好了 這是我們今天是誰是誰 一種的藝術我們友善公園 說到現在在60年來都沒有 大家都很開心 人是不太多人 大家都很開心我們做這個公園 實在在這裡老校 老花、小年、小孩子 住在這裡 都開心得很好 你們來這裡做這個公園 這是碧州里溝池前農村社區發展協會 舉辦友善公園街牌啟用儀式 包括縣長黎明珍、一元李舟中、檢赤盛、檢景弦等道場共襄盛舉 林縣長並呼籲附近的居民到公園休閒運動 讓身體更健康強壯 同時也希望所有居民 大家一起來維護公園的整齊與清潔 讓生活的環境更為美化與綠化 正確信員 作詞紀音樂